大家好,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浪姐三第六期播出结束,看得出来这一次的分组又把姐姐们的小心机体现得淋漓尽致,大家很多人也都知道三宫的结果一共淘汰了三个人,分别是留恋,阿雅和黄毅,也就是说,结果是余文文和徐梦淘着两对输了,可在第六期节目里,徐梦淘汰了三个人,分别是留恋,阿雅和黄毅,也就是说,结果是余文文和徐梦淘着两对输了,可在第六期节目里,徐梦淘汰了三个人,分别是留恋,阿� 徐梦淘分明选到了姐姐们最想选择的歌曲,但是还是惨败,余文文和徐梦淘惨败的原因都在于选人,其实看到人气君值的时候,三宫这场秀就可以不用看了,因为人气差距太大了,早在三宫路透的时候,看到分组,看阵容就知道王兴林这一组稳赢,无论选什么歌曲,这一组人气君值太高了,而第二组,谭内威这一组也不赖,所以这一场节目,其实看赛前分组,就已经知晓最终的结果了, 毕竟这个节目也不怎么比现场实力,比的还是姐姐们的人气和观众员,赛前有这两个端倪,这两组就已经败了,一是余文文和徐梦淘的选人,余文文很有天蝎座的特点,不喜欢争抢,在看到阿娇为难的时候就主动不争了,专注的喜欢留恋,却没盘算一下留恋和赵梦两个人的人气都不算太高,与其这样还不如选择之前,说要等她的张力和王子玄,这两位姐姐虽然参赛之前知名度是弱, 与吴景年和张天爱的,但是两位姐姐个子很高,然后身材很好,又有舞蹈功底,其实人气上肯定是要超越留恋和赵梦的,但是余文文就最终选择了赵梦和留恋,也许大家是都玩过乐队的,然后最后看剩下张强了,又选择了张强,在节目初始的时候,张强像是一个大姐姐一样,有自己的特色,同时也可以适应各种舞台, 然而三宫除了一首歌曲是唱,剩下的三个舞台全需要跳舞,节目中也有呈现他适应不了太强的训练程度,所以这个舞蹈按照目前节目呈现来看,张强可能会在这个节目呈现上要付出更多。 开局的时候,张强还是很有实力的一位歌手,随着节目的播出,唱调舞台和唱秀舞台的讨喜,张强整体状态是有些跟不上了,且在选人环节,张强也是一个人,后面是接近最后被选择的场景,如果余文文这个队伍有两个人气稍微高一点的姐姐支撑一下,或许结果就会不一样,徐梦桃的选人就更简单了,这一桌的人,我们即刻组队就好,当然徐梦桃这个队伍,有他自己合乎性而知了, 这两位人气都还可以的姐姐,如果舞台效果呈现好,实力再强一些的话,可能也会有变化,但是这一组只有一位专业的歌手,没有专业舞者,阿雅不算职业歌手,胡信尔,黄毅则是演员,徐梦桃一个运动员,这一组应该是距离唱跳舞台最远的一组阵容,所以输也是输定了。 第二点,歌曲不一定合适,本以为徐梦桃这一组会选择无名的人,结果这一组不擅长唱跳的一组,却选择了姐姐们都想要的摇摇,而如果这一组的歌曲和郑秀妍这一组歌曲互换,也许会有更好的节目效果。 天巧这一次,节目组来了个例外,徐梦桃这一组唱跳了,更加不合适的是余文文这一组,如果有一个唱秀的舞台,或许会很适合这一组,大家都拿出乐器玩乐队,让现场燃起来,就像是第一场的野强威一样,但是不凑翘,这一轮公演没有这个舞台,赵梦就如同他自己所说,他不适合这种旗袍舞蹈,余文文其实自己也不算太合适,张强也不合适。 这个舞蹈最合适的是郑秀妍这一组,其他组跳起来都会感觉奇怪,当然在节目中我们看到了徐梦桃作为队长的努力,和余文文本有的实力,以及赵梦的努力,只是最终结果不尽人意罢了,如果歌曲和阵容再调整一下,也许最终淘汰的不会是刘恋,阿雅和黄毅。你们认为,这一轮公演,徐梦桃和余文文为什么会输呢?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州爱娱乐,敬请关注。